我们要认识清楚 释迦牟尼佛这个人 根据经典 历史 这个历史是在经典里面去看 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仁慈的人 慈悲到极处 他从少年时代 十几岁 就体会到人世的疾苦 像以后他一生所说的 三苦 八苦 刑苦 这是少年时代就体会到 为了解决这些苦难 学期王位 学期荣华富贵 出家去修道 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不辞兴劳 到处参访 尋思 方有 最后 他醒悟过来了 在菩提树下 在菩提树下 静坐 我们在金教里面 也深深体会到这种事情 在智慧开了 在智慧开了 善生福 他终究到了 这是 断念 到了纯净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对于 过去 所学的 是真 是旺 是真 是邪 是善 是我 才能真正的通达明了 学问成就了 这是真实的学问 我也做了长时间的思维 心察 深深知道 世尊 是再来人的实现 他实现的是 顿 顿断 顿朝 所谓是 圆顿 大法了 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 所以孔老夫子一生实现的 是见修 我们能够学得到 中等以上的天分 只要肯努力 能成就 夫子的成就 也是不可思议 怎么知道他是见修呢 他老人家 摄无 幼稚于修 实在讲 跟圣加摩尼佛 在开始的年龄相仿佛 圣加摩尼佛大概也是 十五岁前后 他生长在皇宫 杨真处有 过的是富贵的生活 这个出外去游玩 看到生了病死 看到民间的疾苦 跟他的生活不一样 黎明心 由始而生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天性 天性善良 激发他 激发他 为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发起这么一个大悦 这不是为自己 为众生 所以 这个开始 世尊跟孔子 年龄大哥就相反复 父子三十而立 摄加摩尼佛三十 事先成道 这以后就开始 教化众生 四十九年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 到八十 我们中国人算法 就摄加摩尼佛八十岁 圆寂 五十年 教学了五十年 但是外国人算法算十足年龄 四十九年 真的是专修专厚啊 而且自己做示范 那么世尊 事先成道 第一部讲的经 是大方光佛华严经 而且是定中讲的 余晖的大众 是四十一位法身大死 所以这是顿教 圆顿大法 不像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三十而立 你看然后是 诸年诸年往上提升 他说四十 不乎 不迷惑了 五十至天命 至天命就是 真正明了英国报印 六十而深 六十而深 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 离四无碍 七十 从心所欲不欲举 四四无碍 六十七十 入华严经界了 这是 诸步诸步向上提升 我们可以学的 但是 释迦摩尼佛虽然是 原物 原修原正 但是他教给我们呢 是有次第的 教学的对象 九法界一切众生 所以 教学的方式 不相同 对一切众生 各个不相同 内容也不相同 但是 方向目标呢 是一致的 一定是帮助你 端悟修善 帮助你 帮迷开悟 帮助你 转返成圣 这个是 大源在大前提 永远不断 不断啊 所以 他老人家 一生的事业 真的是对于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就是我们今天讲 多元文化了 至善圆满的 社会教育 这是我们要认识他了